来 张队长请听题 以下哪一类茶属于是半发酵茶 A是红茶 B绿茶 C乌龙茶 B花茶 半发酵 半发酵 那全发酵的是哪一杯啊 这里没有 这里只问半发酵 绿茶 怎么会是绿茶呢 绿茶你回答错了 你真错了 应该是乌龙 来 给他加上一桌鞋 可以了 四七 还有一道题 怎么这么难受 我看着 怎么这么难受 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 这道题 你答的对 答的错 都很难受 不是你加水 就是他加水 胡老师 胡老师 饶了我们两口子吧 行吗 我说了不算 你知道吗 他说了算 大自然 他漂亮还是你太太漂亮 他漂亮 你先是精神 还是我精神一点 李经理 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 不愿意了 不回答了 你还回答吗 谁都愿意回答呀 从这一道题 我就不想回答 这样吧 我们再问他最后一个问题 好不好 还是问我吧 问他吗 不问我吧 因为是需要问他了 问一个特别简单的 好吗 我给你找一个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啊 面对即将被水淹没的老公队 老婆的队长 为何主动加水 面对最后这一道问题 我们的老婆的队长 又可以如何选择 一切精彩内容 马上为您呈现 白鼠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A 柿子 B 芒果 C 羊肉 D 鸡蛋 你别回答就完了没 什么 柿子 为什么呢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同时吃会产生化学变化 可胃不能消化 严重的会产生结石 加水吗 不不不加 你不用考虑了 他答对了 她也挺开心 我已经输了 行了 回家错了 这谁输了 得了 还没家啊 行了 行了 都站起来 还说什么呀 老公 老公 我爱你 阿弥陀佛 保佑你 愿你有一个好身体 健康有力气 老婆 老婆 我爱你 阿弥陀佛 保佑你 有任意 事事都如意 我们不婚离 一日夫妻百人 百日夫妻离海参 海参没有夏日贵 夏日是四个零一斤